之前震惊全国的烟头分尸案 焦灼的案情出现了新证据 专案小组在包裹死者头颅的内裤上头 验出了两名男性体液的DNA 这次《纵号》联系记者邵紫阳告诉我们 紫阳 如观众震惊全国的家义烟头颅案 案件似乎显了焦灼 因为被检警列为重要嫌疑者的陈二哥 被拍下提着乐子带出门 而在家义也拍下有变装男子的影像 但是检警怀疑又是陈二哥犯案 但是面对所有的激震 陈二哥从头到尾都是否认犯案 而前面对讯问他都回答 不是我不知道或不清楚 咱不政策 今年4月24号的时候 新军局政更曾大动作 开挖陈二哥住家的化分池 虽然能够找出更多的市政 但是似乎没有其他的斩获 而检方在5月18号的时候 是延长了积压陈二哥两个月 目前其他的市政 似乎随着时间越拖越长 似乎是越来越难找到了 尤其现在死者和其他的遗体 都没有斩获 案件似乎显入了焦灼 不过现在案件 最新就是专案小组 在死者头颅被发现时候的 纸箱里头找出了唯物激震 当时的头颅上面 有一件女用的内裤 裁判之后验出 就有两名男子的体液 而且家属证实 这件内裤就是死者所有 而且检警目前是持续 朝着要找出这两名男子 因为死者生前的男女关系 根据邻居转述是相当的复杂 这两名留下体液的男子 像专案小组认为 可能就是陈二哥在得知 妹妹吸毒之后 又和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 甚至把其他男子带回家 才会爆发冲突 因此现在将这两名男子 定为重要的关系神 而现在检警要全力找人 有可能这两名男子 就会使这些案件 有重大突破 主播 好 谢谢紫阳 看到了这个女子的内裤上 验出了两名男性的体液 目前DNA正在比赛当中 任何讯息随时为您掌握 好 谢谢大家